它的顏色好漂亮耶 花蓮營料 這個是聰明大哥的二號 對 這是松露的 外面松裡面比較濕 剛剛加的那個奶油 不是純奶油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起司奶油 起司奶油 有吃風喔 這樣子 在家也可以做這種料理 對啊 好吃 好吃… 志平 老婆 我今天通告費不領了 我吃個可以多吃幾天 加油 保養健康 安安 脂肪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兩種食物呢 有可能你每天吃 但是我們知道 很多問題都是吃進來的 因此我們今天要吃 吃健康 還要吃腳 然後偏偏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好講說 它是大出的時 所以今天請專家 還有好朋友來幫助我們 好 首先我們從中醫角度 幫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的院長 陳旺泉院長 先生好 理事長 你好 最近很忙 但是你三餐一定會有他對不對 有嗎 三餐絕對有他 有 真的耶 從小寒就開始有了 不是到現在 從小寒就開始有了 這一位隔壁這位美女 是不是小寒就開始有衣 你好 我們一樣是劉怡玲 大家好 老師你從小寒就有衣嗎 其實有啦 小時候我們早上 其實就有吃那個地瓜粥 對 我們依老師已經稍微露一下蟹 蟹都有年紀 就是說呢 其實它很厲害 它一直是老師講的是根莖類 跟澱粉類 對 排毒第一名 對 沒錯 真厲害耶 但是你吃對了嘛 大家說吃地瓜好 很多大本養生也吃 但是我們今天跟你講 它有你意想不到的很多個案 可是要請專家來釐清一下 好 這位美女 想必她應該也有吃 好 亮亮 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會去便利商店報到 就順手買一條 OK 可是便利商店我覺得好甜喔 而且好貴 滿商殼包的 等一下你可以跟你隔壁大哥商量一下 再配我們去商量好了 好 今天來是我們花蓮的鄉親 我們的聰明大哥 大家好 大哥的名字真的就叫聰明對不對 對 林聰明 很聰明 聰明大哥也有自己研發的地瓜 等一下我們好好的品嘗一下 接著這位要把地瓜變成好料理 一定要有他 雷師傅 各位大家好 好 今天的地瓜 我們要先進入這個大觀園 你看到有地瓜葉 地瓜花 真的很漂亮 色的 小小一種 很像切牛花 然後這就是我們常吃的地瓜 各種顏色 從中藝的角度 或者是說營養師角度來看 大家都知道吃 差點講成吃西瓜排毒 不是 吃地瓜排毒 因為它的扇子纖維很豐富是嗎 是 還是本草綱目裡面就說地瓜是長生果 是嗎 長生果是偷豆 所以 沒有 長生果才有說是偷豆 偷豆 不就是吃召喚寄 寄喚寄 寄喚寄他來吃大寒 因為家境貧窮 沒有想到老天還是有眼 對 讓它翻身了就對了 對 而我們中藝有在說 這個地瓜 它是屬於一種鹼性的食物 它縮喚的 縮喚的這個東西 有很多 白打胡蘿蔔素也好 或是有很多的維他命 还有甚至于它有很多的分裂 我们所有的东西 吃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就有它的酵素存在 所以说它可以酵素存在 对我们身体第一 营养分有效 第二 还可以我们的体制里面 产生很多的酵素 帮助我们做很多的新陈代谢 所以说我们人 你刚才说排毒最好就是 我们要排毒就是发汗 过来的利尿 过来的排便 要非常顺畅 要三通就对了 所以说有时候很多吃很久 所以你看看我有健康吗 所以你看我叫人 他的叫人有痕症是我的重视 别人说这没有什么鸡蛋 吃吃就放它去 有时候所以说有时候副裂掉 好 现在有请聪明哥 还有我们这边的帅哥雷师傅 亮亮他一起 好 我们等一下 我们边来聊这个地瓜的时候 请两位专家帮我们解析一下 聪明哥来这边 好 聪明哥你 你那个花连人对不对 对 客家人吗 不是 不是 我刚刚以为他是 花连也有客家 我就是以为客家家 你为什么会种地瓜 为什么 地瓜 你也是跟院长一样 从小吃地瓜 长到有感情吗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地瓜 这个来写 ् vielen 我们就是说 小孩都做得 Weird 对 然后就是这个纸色地瓜 他就是在八十一年的时候 在这个日本留球那儿 留球 给 平常我们 雯云 雯云 是 雯云 对他们那边的长生有 Đukun 有三宝 养生有三宝 其中都吃地瓜 日本也是长售 他们也是常常在吃地瓜 是 是 是 所以日本的沖縄都是紫色地瓜 是色小的 所以那時候你就開始種紫色的嗎 對 那時候從81年開始 就接受到紫色的 一般我們是 一般我們的57號什麼地瓜 那個是以前嘛 然後81年以後 接觸到以後 然後就慢慢研究 到88年得金牌獎 是這樣啦 有有有 看這個題目 意想不到地瓜寶 這是真的 第一個 改善夜芒 保健勢力 紫色地瓜含這個什麼花色帶 這得起花青素的地方嗎 其實這是我們講的花青素的部分 好 另外說肝功能變好 也要吃紫色地瓜 因為老師這兩個講真的會講 那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 倒是對勢力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知道勢力 除了葉黃素之外 另外一個營養素 其實就是所謂的花青素的部分 所以花青素 對 對護肝 對神經的一個 就是記憶力 增加記憶力 然後還有就是對勢力 其實這三種其實都有幫助 然後因為我們的紫色地瓜 其實從 你看有一些是從外面到裡面 全部都是紫色 對 全部都是紫色 所以其實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什麼 比葡萄更好 因為葡萄 其實你吃葡萄皮 有時候人家難消化嘛 對 可是我們的地瓜 其實它是屬於比較軟一點的 所以老人家其實是可以 整個都把它吃進去的 是 所以其實是可OK 對 地瓜 但地瓜其實是澱粉 其實它吃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它的量 好 這兩個是說吃紫地瓜 據說它除了肝功能 會比較健康之外 吃它好像還可以預防宿醉 會解酒嗎 是真的嗎 因為這裡面是 可以解酒嗎 地瓜葉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吃地瓜葉可能要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是酒醉之後 隔天我們希望補充了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水分 因為水分可以利尿 可以幫助把酒精趕快代謝出去 然後第二個就是B群 那為什麼要B群多 因為你其實喝酒會傷肝 那其實肝臟的修復它需要B群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在早上的時候 其實你要打蔬果汁 你可以加地瓜葉 那地瓜葉裡面B群又多 地瓜葉還是要燙過 對 然後又可以用水分 對 然後幫助酒精趕快代謝 然後又可以修復 那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哥 那這個是紫地瓜 現在大概就這幾種品種是不是 對 加上你的這個也是紫的 對 為什麼你這個外面看起來不是紫 但是吹起來是紫色的 這是你的厲害的地方是嗎 因為我跟你講 它這個就是說 這都撒好了 這可以吃嗎 對啊 我切看看給大家吃一下 吃的時候會不會變聰明 但是就是剛剛講的 這樣聽起來 其他顏色是不是都被紫色比下去了 這顏色好漂亮耶 對 這是沒吹熟 還是本來它吹熟這個顏色的 對 因為它蒸熟了以後 它的發青素就整個都拼出來了 這也切切看好 這個是 也是你二號 所以你有一號跟二號是不是 對 好 一號跟二號 是一個一號是比較大塊是嗎 二號比較深 顏色比較深 怎麼會超多 超多 對 哇 老師 那這樣是不是要吃深一點的好啊 說實在 因為其實花青素它比較偏向是水龍性的 對 所以其實它預高溫 或者是說水下去蒸的話 它確實會變得顏色比較淡一點 就像蕾師傅講的 對 對 那它原始的顏色 本來就應該是比較偏深色的 深色 對 那深色的話 我想那個 陳院長他 那個院長他非常有研究 因為他剛剛說他都拿著 他都拿著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嘗嘗看好了 那另外這個是花蓮 也是你剛剛講 所以花蓮大部分都是紫地瓜比較多 紫地瓜 對 有一點像 蚊魚地瓜 對 那蚊魚地瓜是切開來 其實有兩種顏色 對 一種是比較屬於白色的 那一種就比較屬於 像現在雅芳姐切的紫色 對 對 像這樣的話 你看 花蓮一號 這個是聰明大哥的二號 對 它這還沒有密尼 它們纖維組織比較綿密 對 然後花蓮一號 跟我們這個聰明幾號 聰明二號 對 對 看起來 纖維組織比較不一樣 三個年間分辨出來了 對 這剛剛會不會比較鬆 感覺會比較鬆 對 比較鬆跟甜 比較鬆甜 感覺 我這樣拿起來就好像比較紮實 這個就好像有點水水的 好像那個 我們的蜜蘋果裡面 中間有那個蜜的感覺 好 那現在要讓大家 鬆還是Q 你要鬆還是Q 鬆跟Q 你一定要Q 對… 那女生比較喜歡口感 我是說筋很鬆 我比較鬆 你要看鬆 你要看鬆 好 我們來 那院長 你要怎樣 我只要對我們身體有幫助 都吃了就對了 好 那你就連皮好了是不是 這個地瓜都要連皮 不是 連皮 你也要去注意 因為現在我們土壤的問題 對 就中間有問題 都要洗得很乾淨 但是最起碼它這個是 如果說是蒸或什麼 上面有一層薄薄那個 它可以撕掉 你看 我 你看我有吃了 沒有吃過 你知道 你看我這樣撕了就 那蒸皮就在這個地方 對 這個非常好 你看 這連皮吃了 你看 有嗎 這個皮不要吃 吃這個蒸皮 皮也可以吃啊 老師要連皮 伊老師要連皮吃比較好對不對 就全食物的概念 我只要覺得洗乾淨 我是都會連皮的 不過真的要洗乾淨了 對 對 大哥 我給你問一下 我想現在不愛地瓜 可是我怕說地瓜有很多 到底要帶很多油是不是 其實 我跟你講 如果說你到花蓮來 我田裡走一遭 你就說大哥 兩天你要烤草的時候 我不會去 過癮的時候我才會去 這樣就... 意思就是說 烤都是... 就是應該說說都沒有噴... 完全都是無毒的 無毒 所以都是醋 草很多就對了 這樣吃到比較安心 那如果光是我們肉眼看 看不出來它到底有種油 看不出來 其實你周遭的這些花花草草 就看得出來 它也噴這個農油 它大概一兩天 它的旁邊的四周圍 都會像咖啡色都枯萎掉 其實它是外行人的 以前有種這個韓芷的 又種油了 你很早 進地方都跟我們說外行人 你的踢館 你外行人 你很貢心者 你們剛剛以為是不是 就想說是當的 對 你看... 因為人家是說我 我想說你怎麼這樣踢館 你還是說我 因為以前我們以前的人 種地瓜就不會有人會想吃 噴農油農油漆 是不是比地瓜瓜更快 對啊 所以你就是外行 以前地瓜、地瓜葉都沒有人要吃 你意思說現在這種地瓜都沒有噴油 一般不太會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黃色的好不好 就是雙色的 對 這好像比較甜對不對 這個... 所以Q的要吃那一種 因為每一種地瓜 好 我們只用其他 亮亮跟那個... 你們用那個... 亮亮跟雷師傅吃一個好了 看這是比較... 這是比較Q的嗎 對 這除非雙色 比較Q的比較Q 比較Q軟就對了 你不要這樣 院長的羊羹已經... 已經在那邊要想要吃了 你怎麼... 你不是煮小的還比較軟 但是我現在要問這問題 很重要 然後它的口感... 那有一些個案說吃地瓜、養生 都才吃的 就打滋喝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改善胃潰瘍 降低三酸甘油脂 或者是說改善牙齦出血 這真的嗎 不是 生吃喔 生吃 不是 我要跟你講 生吃 只要你身體要看你的狀況 中一有都要辯證論治 不是說每一個人 譬如說你現在急性潰瘍的時候 之前你要預防性 如果你已經... 如果說你胃食到膩了 你如果都... 吃脆 吃脆下去之後 你那個... 那個就你剛剛想 乳酸菌會增加 那你的胃酸的分泌增加以後 你反而會不舒服 暫時性會不舒服的現象 那還很少 因為這個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原因我要怎麼這樣講 因為你看到整個 你如果到處跑 或什麼 它整個防衛能力都很好 如果我怎麼吃 我不到腰 就是有些青菜 可以吃生的 生的地瓜還可以吃 對 生的地瓜還是一樣可以吃 可以吃喔 你們有吃過生的嗎 我不敢吃 沒有辦法是生熟 你們都比較幸福吧 對啊 因為他們都是優質的人 我們這長男孩子對不對 那窮共到不行 那現在我要進廣告 你下一個結論 那到底生地瓜 可不可以怎樣吃 治這些問題呢 不是 就是可以吃 好 等一下再說 重點是這個燈籠草加上白地瓜 據說是什麼樣 治大家的腰 不是 不能說治 就是說到大家 比較鬆一點 比較不會腰 比較鬆一點 因為藝竹在這裡 我很緊張 你怕你怎麼會說 我又說不定 好 今天我們講兩種蔬菜 應該是 老師 它都可以叫蔬菜吧 高麗菜跟地瓜也叫 沒有 地瓜 那就是澱粉 要加到蒜菜 跟你吃飯 吃麵一樣 雜糧啦 沒有 它就是澱粉 其實你問到一個重點 對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 你剛開始說地瓜是解毒的對不對 對 但是網路上剛開始很多人就開始吃地瓜 結果越吃越胖 越吃血糖越高 對 女生都用心 吃地瓜來減肥啊 唯一的那個壞處就是會胖 還有一個 它其實沒有沒有 其實要稍微說清楚 地瓜是很好的澱粉 我們剛提到它裡面膳食纖維很高 對 比如說它100克裡面 還有2.5克的膳食纖維 跟我們的比如說山藥來比 山藥只有1.2克 所以其實它膳食纖維很高 所以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你慢慢吃 其實它就有飽足感 所以 然後也不能吃太多 因為很多人他會覺得說 我今天吃地瓜很健康 他本來只有吃一碗飯的人 對 就他吃了地瓜 可能吃了兩三條地瓜 那當然餐後血糖就飆高 也容易變胖 所以當你吃地瓜的時候 你要記得 就是通常我們會蹭 通常如果大概是120克左右的地瓜 大概就是等於半碗飯 可是你雖然吃小小條的地瓜 可是你吃進來之後你的飽足感 感覺好像有一碗飯的飽足感 對 所以其實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減肥 老師我請教人家 如果我們要講減肥 因為其實網路上你說 它吃地瓜可以減肥 只要你吃對的話 對 對不對 那你是說這樣一個 我們先不管品種 這樣是不是大概就是半碗 還是一碗飯的量 可是它吃起來的飽足感 對 就是因為它身體纖維很高 有點像是一碗飯的量 可是事實上 你只有得到半碗飯的熱量 是用這樣子的原理去做減肥 原來是吃地瓜 是不是也有時間 有人說是早上吃好是嗎 對 是嗎 院長 我跟各位講 你又說不對啊 你如果要減肥 你像這個地瓜 剛剛余黎講的這樣 然後你一條 你這樣咬下去 一嘴一嘴 它一口的東西在嘴巴 要慢慢咀嚼 三十五下才吞下去 四腳慢液 四腳 四腳慢液 第一個消化好 第二個 它的飽足感就會增加 對 第二個問題 剛剛亮亮就問到了說 吃的這個地瓜要有時間 剛才主持人說 要吃好健康 吃好腳 你還算時間 植物留住就算好了 你不要吃好了 因為那個不是 這個其實跟那個時間 沒有 這有 有關係 因為我看到那個報導是說 早上 中午以前把澱粉類的吃完 比較能夠代謝 對 是 因為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 身體時衝的問題 我們都白天在工作 當然你知道吃 當然在睡覺之前吃 你當然說要減腿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對啊 所以那就是說時間 你如果說一定要算什麼時間 我告訴我們這次 沒有餓 這樣餓就很痛苦 所以講說不用算時間 不用算時間 但就是說晚上睡前 那時候減量比較好 還是白天吃比較好啦 其實白天吃好 但是我覺得要減肥人都是用在晚餐不錯 為什麼 因為現代人都很晚睡 那你晚上那一餐 其實你還是要有一點飽足感 所以只吃地瓜就好了 才不會一直想要吃宵夜 所以你反而晚上的時候 你吃一點有膳食纖維高的澱粉 反而可以幫助你可以比較耐飢 但是不是當宵夜就對了 但是不是當宵夜 好 那地瓜減肥 希望大家都減肥成功 一般如果說我們晚上有種 剛才營養師講的 對 要有滿足 飽足感 對 我們就是晚上米小小的 現在放進去就好了 放進去就好了 對啊 現在就是一煮飯 現在也是一煮飯 現在是一煮飯 煮飯 煮飯 對 這樣一減一鍋 這樣一減一鍋 你看 我們這邊地瓜的品種真的很多 那你會吃幾乎每天吃 但是你也要了解它 那這些我們剛剛都講過 現在要請大哥跟我們說是 白皮 白肉 口感綿密的白心地瓜 那又叫做西蒙一號 那它真的是要用的 好 我們上前來 這鍋要滾嗎 這鍋已經滾了 好 稍微睡來看看 小心不要燙到熟 這個蒸熟的植物是什麼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 大家看一下 燈籠草 對 因為它現在冬天 這個比較找到它的燈籠 對… 這就是它現在的 所以冬天會有燈籠就對了 還是冬天沒有燈籠呢 沒有…在這個… 它是大概在中秋節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多 也就是說中秋節的時候 它會剛燈節彩 對… 然後這時候冬天的時候 燈籠沒有了 但是… 它這個是它… 但是葉子還長得漂亮 對… 這個叫做燈籠草 冬天朋友你熟了它就好 但是你菜也不可以 互不滿了 那個時候吃錯就麻煩 對不對 葉子長 好 來 然後燈籠草加了 燈籠草 對 加了 可是燈籠不是元宵節 跟中秋節有什麼關係 對 今天那個 我跟你講 你每天都… 你這個問了就有一點那個… 好 對 那不是有一點關係 不是 每一種植物 只要你心中快 你每天都有燈籠 每天都會照燈節彩 對… 照燈節彩 每天都有在過節 需要元宵節才可以提燈籠嗎 不一定嘛 是 好 重點是這個燈籠草 加上白地瓜 據說是什麼樣 治大家的腰 不是 不能說治 就是說讓大家比較鬆一下 比較不會腰 腰生不會太強 因為他一直在這裡 我很緊張 我怕他再說我還說不對 對 是嗎 其實是這樣的 那因為每個人的腰痠臂痛 都有不同發生的原因 對 我們… 我這個也正確認了 因為會用燈籠草 燈籠草本身就有在 既有消炎解熱的作用 假設有些人真的是 我們做腥 做得到 變熱 尿道有一點發炎 然後引起痠痛 所以這清涼解熱 所以用下去還要… 你像這樣太冷了 對 你要吃這個單獨的太冷 所以再用地瓜 因為要… 善者人沒有錢 可以讓他看醫生 所以鑽腳就是把這個地瓜 跟著燈籠草一直放下去 對 這個發炎性的腰痠臂痛 可以了 發炎性的喔 對 我如果閃到 不然是說去運動 那就因為過老不一樣 所以這個情形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樣用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跟他們說 大家都吃地瓜燈籠草 我上面跟他們說一下 整個都不得了 所以… 是發炎性的 這不是說腰痠臂痛就可以吃喔 因為就是說為什麼說我們一般的地方 你看一下 它雖然是白… 這個你看它是…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白皮紫地瓜 看起來是白皮對不對 它是白皮 可是如果把它切開的時候 是紫色的喔 紫色的 但這個就是… 真的就是白皮白肉 對… 那這個把它… 這個都是要用的嗎 是不是 要用 要燉多久呢 我跟你講 一般的話 我們就是大火大概在… 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左右 大火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再… 燜 對 小火 再… 再一兩個小時 要喝它的湯 還是可以吃 那個地瓜都可以吃 我跟你講 就是喝它的湯 因為它煮的時候 它是我們就要把它融合 為什麼用白色的 就是一般的地瓜它有顏色 你不能… 就變成說不會凸顯出它的藥 那個燈籠草的油熄出來 是這樣 它就是它第一個 人家說的這個… 利尿 這就是剛才藝廳說的這個 裡面都融合在裡面 對 是這樣 這一定要用這個 可以放肉 放下就一定嗎 一般這樣就… 可以嗎 破壞它在那裡 破壞它 你看 看起來要吃藥 是 外外吃藥 算我吃藥 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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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都要過年耶 我想說吃藥 再放一個魚肉 會烏雞 烏雞下去也是不好 對… 其實我覺得剛才聰明兄說的 這裡特別特別的水 為什麼它要滾滾一兩點鐘 因為燈籠草有生物檢 你要一直滾滾滾 對 因為生物檢才會鋼鋼鋼鋼 這個融合作的那個 對 這樣下去用才可以 當然是說 它就說你要燉肉 因為哪方可以 你要雞腿也好 不是 你不是吃藥而已 你不是說… 對 吃藥 對 你… 我跟你說 你的是… 藥劑是說 你有沒有稍微看 發尿藥這個都OK 大發尿藥是不能吃這些東西 OK… 就平常的時候 都可以來嘗試一下 對… 但如果你這要拿來治病 是不OK的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白栗瓜 平常也沒有那麼好買 對 但都比較… 我第一次見過 對… 那它平常這樣蒸的好吃嗎 我可以講 它蒸的話 跟烤都完全很好吃 然後它就是呈現 中間呈現太白粉的形狀 比較白 很白 很白就對了 對 然後你如果 給它放個十來天以後 我們再來烤跟蒸的時候 它像果凍 顏色像果凍 很Q的 等一下我們差不多熬到節目 快結束的時候就可以來吃了 試試看 等一下來吃吃看 是真的很綿密 其實雅芳姐 我覺得它有點像粉漿的感覺 粉漿 粉漿 對 有點像粉漿的感覺 粉漿 粉漿 對 也是這樣白白的 吃起來像QQ 澱粉質那種感覺 但是我真的很難想像 地瓜跟粉漿漿會辣 沒有 這個比的很好 只是我可能會跟 我沒有那個會跟不… 沒有會跟不說 粉漿 粉漿 不是正常那種薑的 那是我們一般 跟現在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的 那種葛玉精 對 葛玉精 對啦 我想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對 粉漿就是葛玉精 對 好 那這次今天讓大家進入這個 聰明哥的地瓜大觀園 來看一下它種的地瓜 總之它是好東西 對 我們可不可以講一下 如果它挑選的時候 哪一種是絕對不要 不要去買到的 會派鐵 好像是說看尖端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就剛才院長講的 他說草蝦 草蝦 它就是說我們買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頭前 就好像我們有針刺過 對 這樣黑黑一點一點一點 那是看頭的 我會這是怎麼看 這我會看頭 兩邊都會看就對了 它一般 一般就是在我們這個 我們 這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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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尾巴 它幾乎有感染 或是糖膏都是在頭上的 都是在頭上就對了 然後在沙土裡面 最好看的就是說 沙子沒有蓋到 很快 誰的那個泡皮糖 它就來幫你頂了 對 它就幫你頂下去 頂下去都看得出來 我們在造農的人 就有酒康就對了 對 酒康 對 然後就不要賣 它很腥 那種味道很腥 非常腥 對 地瓜發芽可以吃了 可以 地瓜 發芽可以吃 馬鈴薯 發芽就不要吃了 花芽就不能吃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有龍葵鹼 我知道 對啊 對 因為產生神經毒素 對 所以有時候還驗不出來 所以我都吃馬鈴薯的時候 我們泰如果煮馬鈴薯 我都先去廚房 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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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醉比較好一點 但地瓜發芽 雖然它是玄花科 它是雖然說沒有像馬鈴薯這樣有毒 對 但是地瓜發芽其實基本上就放太久 它的營養價值是會降低 對 所以其實建議就是在不要發芽的時候 就趕快把它吃掉了 不然發芽的時候就把它當觀賞用就對了 對 但是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然後順便跟我們消費者講一下 好 我們要像現在梅雨季節要來臨了 對 我們買到地瓜以後我們回去 保存 對 保存 前後把它焦一點 讓它結佳 人家說的鹹屁 外面鹹屁 對 因為地瓜它就是 它的呼吸口就是兩頭 這兩頭 你也把它攪下來 阻結掉以後 它就比較不容易長牙 對 它比較不容易長牙 要煸嗎 不用… 地瓜都不要煸 對 都不用煸 OK 謝謝你教我們 什麼挑選還要吃好的地瓜 對 那我們現在健康大樂廚 要有請我們的雷師傅 幫我們變卡囉 剛剛加的那個奶油 不是純奶油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起司奶油 我們一整顆包進去 包進去之後用我們的保鮮膜 稍微把它抓一下 對 然後會浮光 在家也可以做這種料 對 好棒 好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東方的乳酸菌 地瓜 地瓜全身都是飽 但是你要聰明吃喔 好 現在我們要請雷師傅 來上好料囉 敬上大廚 好 應景的對不對 有剛技的草莓配上地瓜 地瓜 會有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今天要做這道菜 它就是草莓 草莓 草莓與河果汁 這一看就知道是很日式的一個甜點 對… 院長留日的地瓜是 薩芝 薩芝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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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間 我們是故意要請教 不是故意 我們要請教您的啦 好 就是草莓跟薩芝米 是的 好 我們今天食材就很簡單 正樣就好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用 台農五十七號的這個芝麻 黃金地瓜是嗎 對 我這個已經有稍微去把它烤過了 你這個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對 烤過把皮剝掉 是烤過的 好 所以烤過的話它甜分會比較高 那我們現在一樣是把它先放在 我們這個平底鍋裡面 好 放在平底鍋裡面之後呢 我們現在才把它開啟火源 所以這是烤過了就對了 烤過了 對 其實我們在做地瓜 用蒸不行嗎 用蒸的部分也可以啦 是不是這樣烤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烤的甜分會比較出來 烤的甜分會比較出來 有點香氣 是 好 那其實我們還可以教我們的現場 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做地瓜料理 還有一種最簡單的料理方式 就是先把地瓜拿去放冷凍 用水分子破壞它的纖維 跟它的澱粉質 我們在煮的時候就很容易熟 尤其在炸的時候 是喔 是蒸的嗎 對 蒸的 像我這個就是用冰冷凍之後 再把它下去給它做一個烤過 所以就比較快了 不要去冷凍過再拿出來烤 會更好吃對不對 是的 好 那現在都有烤好再拿去冷凍的 這樣好吃嗎 大哥 你們有用冷凍過再拿出來吃的嗎 冷凍 這就是說因為餐廳跟我們 做法不一樣 做法不太一樣 對 那你最愛吃的是哪一種料理的地瓜 你種那麼多 好香喔 我還是偏向米洗一洗 然後就切地瓜下去 最原始的方法 這是什麼 白飯 白米到那種的韓式蔻 韓式蔻 再來就是烤的啦 烤的 烤地瓜 雷師傅你剛剛加的那個奶油 不是純奶油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起司奶油 起司奶油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完全 把起司奶油炒融化之後 跟我們所有的這個地瓜 融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完全去把它拌散 伊老師 那這樣子吃下去的話 飯最好不要吃 對不對 是 其實本來地瓜 它就是澱粉類的東西 但是今天雷師傅剛好把當季的食材 都用上了 包括草莓 對 草莓 草莓微生素系也很高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包這個 我們的這個和菓子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放冷缺一點 再包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在用的時候 其實它是已經溫溫的而已 沒有到很熱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直接挖一球 放在我們的這個 好 保鮮膜上面 放保鮮膜上面之後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這個草莓 對 草莓一整顆包進去 包進去之後用我們的這個保鮮膜 稍微去把它抓一下 那感覺像那種和菓子 有那種茶莖的那種 什麼茶莖的地瓜 茶莖牛茶那種感覺 對 那種意境這樣對不對 對 對 這樣子呢 這樣馬上一個 可以賣到一百塊了 對 把它這樣拿 看起來就很日式 對 日式風這樣子 在家也可以做這種料理 對啊 對 把它這樣子直接挖一球一球的 所以這個種了三十年 三十年地瓜的聰明大哥 他應該也很有心得 然後所以大哥 黃金地瓜 就是這種黃色是不是做 應該講是做甜點比較色 還是紫色的 因為在一般餐廳 還是說一些大的主廚 對 他們就喜歡用這種黃色的 黃色的 對 對 要喝口又喝醬 對 喝口又喝醬 那紫色的呢 紫色的要怎麼做比較好吃 紫色的一般就是說 我們也是像類似這種 但是它最紫色比較好的 就是它它的鐵子很高 花青素很高 那還調色其實很漂亮 調色也不錯 我記得那時候我做那個湯圓 對不對 我們會把那個去煎 就是跟食物去 或是你打出果子嗎 其實那時候下去打 它會整杯就是紫色的 對 因為我好幾年前 也有來自己做這個地瓜雙白菜 地瓜雙白菜它就是用紫色地瓜 一般的地瓜它的那個花青素什麼 色澤會不會 所以用紫色最漂亮的 對 紫色做出來就對了 因為它每個都一樣 這個像它也可以做紫色 紫色你常會換白果 換白果 其實紫色地瓜在日本合國籽來講 它們叫做成叫蒼蒲麻糬 對啊 蒼蒲麻糬 對 蒼蒲的顏色 它就是用抹茶調綠色 剛才我們攝影大哥 還說紫色用炸的比較好吃 炸地瓜 是不是炸的會 炸的話當然不鼓勵吃炸的 因為它比較鬆的 所以它紫色比較適合炸是不是 它 我跟你講 炸的原理那一種 每一種地瓜都有它的 也有點甜 它就是偏向比較鬆 它不會那麼甜 不會那麼甜 對 紫色比較沒有那麼甜 對 醫老師 那如果像是有糖尿病的話 糖尿病的朋友是吃哪一種 比較適合吃哪一種 就是紫色 其實糖尿病人都可以吃 我說實在的 紫色或是黃色都可以吃 對 不過你要記得一個原理就是 你一定要取代餐中的飯 就是說今天如果 對 如果是半碗的地瓜 其實我們就大概建議 就是取代半碗飯的一個量 那如果你去外面買那種地瓜 現在便利商店很方便嘛 剛剛那一提到外面買 對 那你秤大概120克左右 大概也就是取代半碗飯的量 120克就是有半碗飯 你不能說你吃了飯 又吃了地瓜 又吃了麵這樣子 其實就過量 對 但是地瓜本來它就是屬於 就是地瓜我建議 如果真的是糖尿病人要吃 要吃快 不要吃泥 就是快 對 就是整條吃 然後或是切成快 就是生糖的那個速度會比較慢 對 它的生糖指數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餐後血糖也會比較平穩 那如果吃泥的話 比如說今天如果他想要吃 像雷斯富這一道 那麼好吃的甜點的話 好好吃喔 這樣吃纖維要多一點 就是說你蔬菜量要吃多一點這樣 對 你看 雅方姐你看 已經做好了 聊天的過程 我們就已經把它做好 而且速度非常快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 而且你看廚房還是乾乾淨淨的 對 這道真的可口耶 對 其實像日本的河果汁 用地瓜做料理 其實它們就是很簡單很單純 因為地瓜其實它本身 它的塑形度非常高 而且它的甜度也非常夠 只要你加你喜歡的一些味道進去 奶油 對 就很好了 所以這一道甜點就讓大家來品嘗了 這一口可以吃幾顆 一顆 一顆而已 對 好 我們要先進廣告 帶回來之後呢 還有是什麼 蔬菜的人生 要變 吃腳也要吃健康喔 對 主要營養成分是來自維生素A 對 所以其實地瓜葉很適合用油煮菜 沒有啦 我想說 你比較適合地瓜葉 以前我們都說地瓜葉 地菜 地菜 你會起爹 現在都生豬葉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吃這個 它就可以抵掉你五蘇果的作用 所以一天四百克 肉粿就說肉粿 這一味藥是非常特殊的 你如果說在血液循環方面 肉粿可以代替像那一般的抗凝血劑 因為它可以促進血液的循環 讓我們心臟的耗氧量會減低 讓我們的體內的這個膽固醇的中性脂肪 這一種的累積也會減少 它可以整個促進血液的循環 包括末端的這個血液循環的障礙 所以說也可以促進我們的排氣作用 那麼對於尤其是過敏性疾病的人 對天氣變化的時候 它很容易打噴嚏流鼻水的肉粿加上去 效果加倍 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肉粿是屬於大熱的藥 如果說天氣很熱 或是你有高血壓 這個時候我們要用這個肉粿 你要酌量 藥的用量要減少一點 所以我們講說對血液的循環 肉粿是首屈一直的 所以好好的利用 SASIMA EMO配上草莓 對…乾淨 怎麼樣不錯吧 很好吃 我們剛剛已經先炒了 好吃… 對…很好吃 好吃… 麵 好吃… 今天… 老婆 我今天通告費不領了 我吃個可以多吃幾個嗎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通告費給大家吃 大家喝咖啡多做幾個 好… 太好吃了 不過我們要講一下 剛剛月朗說他也要講一下 地瓜葉跟地瓜要比一下 是不是 當然這個好吃 但是我們不要把這個埋沒掉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是很本土性的一種地瓜葉 你看這個筋 如果比較粗一點 這個筋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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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 擦百合 對… 擦金針 這個營養分非常高 對… 重點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我們世界 世界衛生組織特別聲明說 我們如果一天一定要五蘇果 如果說五蘇果以後 我們身體就會很健康 所以說吃魚吃肉也就是菜咖 那這個菜非常重要 那假設 譬如說像雅芳還有這個… 雷師傅 雷師傅 沒用這樣亮亮 這麼沒用的時候 要五蘇果這麼麻煩 不用 沒關係 你這杯… 我們小時候… 你比較舒服 你說地瓜葉 我們以前都說地菜 地菜 那是地的 現在說珍珠葉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吃這個… 它就可以抵掉你五蘇果的作用 所以一天四百克的五蘇果 你用這個地瓜葉就可以… 四百克那就差不多快要一斤了 一台斤了 六百嘛 六百 六百 所以用這個來吃的話 你看我小時候都吃這個 然後加酵珠… 你看我今天還可以吧 還可以當院長當醫師長 重點就真的 這個我們要特別去講究 但它的鈣質是滿豐富的 對不對 地瓜多吧 一定的 其實它跟地瓜是不一樣 因為它是蔬菜類的 蔬菜一個是更精緻的 它最主要營養成分 還是來自於維生素A 所以其實地瓜葉很適合 用油去炒 就是說其實你吃地瓜葉 最好不要清燙 因為它的維生素A很高 所以用 或是你說你燙完之後 加一點橄欖油 或拌一點蒜頭這樣子 其實它是很適合油 才會把維生素A提高 就脂容下一個 護眼啊 還有一些是增加免疫力 還有抗癌的部分 其實都有 所以其實維生素A 最主要是維生素A 這個地瓜葉維生素A非常高 OK 夠肉粥 對… 那這個是我們有東方乳酸菌 有人也說什麼 那個地瓜葉是蔬菜人生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等一下接下來講的是 現在也就是高麗菜 高麗菜 對 那高麗菜呢 現在我們的大廚 要幫我們做個是什麼 高麗菜乾小捲米粉 對 好 那你選的高麗菜是煎的還是圓的 我今天用的是煎的高麗菜 煎的是不是營養比較高 還是也比較好吃 其實是比較好吃 但是其實營養差不多 營養差不多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高麗菜呢 煎的跟圓的呢 圓的是吃起來比較軟 對 軟滾 這個比較軟滾 這個 比較脆 炒起來還會沉一點脆 所以你覺得炒的話用那個 用煎的部分 那煎的部分通常都是高冷蔬菜 對… 但是現在氣候的變遷就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平面也有種出… 也不錯的 對 也有種出這樣的高麗菜 那像我們離山高麗菜都是煎的 要煎的 對 現在離山高麗菜很少的 它現在大廚的時候 一顆都不用到50塊 對 所以我們也鼓勵大家也多吃 為什麼它叫蔬菜人參 蔬菜類當作人參 第一個就是說 它裡面 其實它有個植化素叫銀朵的成分 銀朵 那人參其實有皂肝 那高麗菜裡面有銀朵 其實它對抗癌都是很有幫助 增強免疫力其實都非常好 然後它裡面也有修復的功能 其實它也叫做廚房裡的胃藥 對… 因為它的纖維是低 但是它裡面有維生是U 所以它可以修復你的黏膜 所以很適合正在 比如說你不舒服 胃潰瘍 胃痛的時候 你要吃蔬菜的時候 對… 那你怕吃太粗的蔬菜 會讓你更不舒服 所以這時候 你就剛好可以吃高麗菜 對 它比較溫和一點 好 上菜囉 上菜 對 今天首先準備的是這個粗米粉 粗米粉 那這粗米粉 我們現在已經有熬一鍋高湯了 先將這個粗米粉 泡完水之後稍微把它剪斷 剪斷之後 我們先把粗米粉 放下去高湯裡面 一起給它熬 這樣子熬那麼久不會暖去嗎 對啊 其實不會 其實我們在外面吃到米粉湯 有沒有 其實它都放在鍋子裡面 一兩個小時都不會暖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放 可是我會想說熬那麼久 不會暖那個安全嗎 那個是安全的 對… 沒有問題啦 你怎麼在那邊這樣問我 我們的擔心就是說 米粉是不是用米做的 對… 米粉不是用米做的 我都會擔心這樣子啦 對 的確是這樣 沒有 但是它可以加一些 是合法的一些添加 那個還好 就是不要說是不誠實標示的 好 來 第二個我們要放 這是高麗菜乾 那這高麗菜乾呢 其實就是 它如果曬乾的話是這樣子 這個有泡過水 淨泡過水 曬乾就這樣子囉 對 把它加在我們的這個米粉湯裡面 現在大餐還是吃不完 我們就把它打乾就好了對不對 打乾就好了 其實要一個暖洋 暖洋 暖洋 用醃的那種方式 對 先把暖洋過 是…把它打乾 然後冰起來 你買蜜蜂就可以了 對…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炒高麗菜 然後一樣 我們用冷鍋冷油的方式 先讓這個高麗菜 把它切碎之後 還沒有放油耶 對 我知道 就是把它放到 我們的這個鍋子裡面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油 把它淋上去 不用擔心 我們會放油啦 對 淋上去之後 再把它開起火源 我們有時候都油先下去 對 然後算好 人家裡 食物已經講冷鍋冷油了 冷鍋就先放進去 然後再… 對… 我們是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 廚房還是我比較的… 對… 可是今年應該不是 我沒有飯太歲耶 我今天沒有飯 我今年沒有飯太歲 是的 好 我們現在將我們這個高麗菜 是完全把它炒軟化 OK 對 這個是剛剛給大家看的 剛剛給大家看的 那其實我們已經都把這個 好 加進去了 剛剛幫那個師傅拌一下好了 拌一下好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將這個高麗菜 其實應該不用一直拌吧 這樣嗎 不用一直拌 沒關係 對 然後… 拌開就好了 拌開就好了 好 對 這樣這一道應該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我們在做菜就是 盡量以捷末 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貼近家庭 對… 譬如說像我們在做那個甜點 一般來講我們在外面吃河果汁 哇 很貴 覺得好像很貴 很難做 對…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三種食材 就可以做一個河果汁 就搞定了 很簡單 真的 真的 而且超好吃 對… 有五星級的河果汁在我們這裡 對 而且我們錄影 又可以很快就結束了 對… 對 好 所以很多人說 你吃什麼 說說高麗菜很好 他說為什麼一定要吃高麗菜 也有高麗 兩個自己就知道 我們說吃的人生都高麗生 對… 原來是這樣 因為它營養的成分很高 所以說乾脆高麗人生 就把它叫高麗菜 原來這樣 剛剛那個是400公克對不對 地瓜葉 這個你會建議要吃 每天也要它嗎 還是 不要 我剛才有說的 你都可以這樣交替的 變化就對了 對 現在其實三盤蔬菜裡面 有一盤就像院長說的 有綠色的蔬菜 對… 然後另外一盤可以用十枝花科 譬如說像高麗菜 十枝花科 對…十枝花科 對… 然後另外一盤可以選擇 你喜歡吃的蔬菜 這樣才可以增加你吃蔬菜 好 我們現在要放的是小卷進去 這樣就把這個味道給炒出來 小卷把它殺清就好 殺清就好 因為等一下現在是下去滾對不對 對 殺清就好 然後我們把它在裡面 給它做一個拌炒均勻 好 當然我們現在 在米粉湯裡面是沒有任何味道 只有高湯的一個甜味 對… 我們的味道最主要是來自於 這個炒高麗菜的部分 所以我們高麗菜 把它加一點鹽巴下去 高麗菜中食粽很甜 對 很好吃 對 冷鍋冷牛高麗菜 比較不會像我們平常大火上容易爛 對… 所以這讓媽媽可以學起來 對 好 把它拌炒好之後 我們先將我們的蔥 蔥酥 或蒜酥都可以 把它先加一半進去 等一下再弄在湯裡面 是的 好 我們現在把它整個 完全的拌炒香味都出來 有沒有味道 香味其實滿香的 有… 對 很香喔 肚子餓了 好 當我們都拌炒好之後 準備幫它關起火源了 關起火源之後 好囉 關起火源之後 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加到 我們這米粉湯的巷頭裡面去 對 好 整鍋這樣 整鍋這樣下去喔 是的 把它整鍋這樣上去就好了 加進去 整鍋呢 就很有那種古早味的感覺 哇塞 對 是 然後再燙一個地瓜葉就很… 對 很棒 很棒對不對 那是要加油 依老師講的 要維生素A要搭上 那我們現在呢 將我們剩下這個呢 油蔥酥 油蔥酥 我們的蒜酥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放一點芹菜 那這個芹菜呢 我們放盡量呢 就是說放多一點沒有關係 好 來增加它的口感跟它的香味 或者 雷師傅那放那個香菜可以嗎 香菜的話 有的人會比較不喜歡吃 芹菜剛好跟那個小卷很搭 搭起來很搭 讓人家亂配 因為香菜有時候 你煮太多的煩 對… 這個比較好看 對 我們都把它完全放進去 好一樣喔 對 放進去之後 等一下呢 我們再把它開大火 滾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吃了 雷師傅 這很厲害耶 他還要… 你要去表演 日本表演 為國爭光 好 快起來… 好… 忽不期待了 我們讓各位來享用囉 對 好 那碗怎麼… 妹妹你們拿走 這麼碗怎麼那麼小的碗呢 好 OK 小心… 你品嘗一下就… 來…我來做一點那個 好 來 謝謝 小心喔 燙喔 對 燙喔 燙… 好 很棒耶 對 這個碗真的是… 考驗技術 很厲害的碗 好香喔 在旁邊都可以聞到那個 古早味的味道 有點… 它的那個味道有點殘缺 你剛剛就是勾到一下海藏 我知道 是不是這個上面要要再撒一點胡椒粉 就對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吃胡椒的話 可以撒一點胡椒粉下去就對了 好 口感怎麼樣 院長 上 趕快 讚… 我兩個都說很讚耶 很讚喔 它味道是如何 不錯喔 好吃 真的 好 很香啊 很香啊 你看一下它那個什麼芹菜的味道 對 很香甜耶 對 而且高麗菜跟這樣的芹菜 整個海鮮上搭起來 那個味道 對嘛 所以說你看 很少就是不要用貴金 這根本也都不需要再什麼調味 對不對 好棒喔